我那边确实是想说农村的 其实也挺好 可是你一辈又在城里上班 城里生活 我那孩子他爸也是农村的 就是也是大农村的你知道吗 也是农村的 我就感觉农村的 他也没有啥 现在给农村 你说人家 你要是干点啥的 也挺好 虽然王大姐在四平市里有楼房 还有2200块钱的退休金 可是在她心里 城里的喧嚣 还是比不上农村的静谧生活的 那么见到盛大哥后 他还会坚持自己的想法吗 这两个人见面后 又会不会擦出些火花呢 你看咱赵大哥家了 这是大哥家那个 那个你感觉咋样吧 这环境或者啥的 有的怕那个从城里来的 怕适用不了 这个倒没问题 没问题啥的 来过来过来 差不多羊绝 让人回去也行了 那个那个就是 每个都太远了 这咋走都不知道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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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没有问题 这没什么倒 走吧 这过去赢一下大哥 我咋感觉那羊 好像比之前少了呢 少一部分 有那老的门茶 那东西晚上都卖一下 这去卖了 卖多少钱呢 这羊行不高 不高这一帮 这还一百多呢 来 这么的 咱就去介绍一下 这位是善福友 善大哥 这是王燕 王大姐 来 您好 人还行 人感觉行 下距加 放羊穿的 鸭子 我告诉你 这个是不是了 不看外包 一个是那个早 你最心情了 一个是你太 你那什么呢 打为人处事 为人处事呗 对不对 人还行 是我丑行 丑着人在农村能待着 就农村一半就行了 他要不挑咱嘛 咱也没啥说 我丑行 丑行了 对我们的朋友来过来 朋友啊 哎呀 那行 咱往回走走 往回走吧 羊赶 你上车吧 羊赶回家 羊赶回家 去 去 或者这 个人就撵回去了 大哥开那个车 出来放羊的 也是这天呢 不像说春天夏天啥 春天夏天秋天 那个还行 那冬天的话 都得开车放 是不是 行 我们这放羊 我也是养羊的 这狗都好吃 这也不告诉你 还能干的 这几年就自己 我跟你说啊 从小没有父母 哦 他 他实际姓善 我说你都可能叫山津洞子 他爷奶奶长长大 自己从小就放牛上 差点没冻死了 老子乱来 你把大姐先拉回去 哎 好 来 走吧 不然这猪还有啥呢 猪还剩一个大的了 哎呀 都像小猪了 嗯 那大的十多头都卖的 对啊 这个猪 四十比那猪 肯定得贵啊 这么肥呢 平台猪啊 这般 对 贵点 它乐要这个 差一块多钱 啊 差一块多钱 一斤呗 大哥 就这 呃 年前 这一个月的就相当于 嗯 十多头猪全卖了 嗯 能透露一下 这十多头猪卖了多少钱吗 那七万多块钱 那七万多块钱 嗯 他这羊和猪 一年十万块钱 肯定是能挣了 一个老爷们给这家整个样不错的 你就是 这种人 你就跟他 你就是说的 你说这 不能会遭多大罪 知道不 辅啥样 咱是不知道 但是人没触你的性格 所以 那你说 咱们瞅得都挺好 每个人都有点脾气 有点性格 但是这玩意 就通过触咱才能看看 往后那啥样 哎呀